今天她为挽回女友而来 这么长时间走在一起还是不容易 给她一次机会 也给我自己一次机会 相恋四年 如今女友提出分手 她不舍也不愿 可不论她怎么努力 似乎都撼动不了女友要分手的决心 女友张女士为何坚决要分手 当被问及这一切 调解现场 她瞬间难以自控 她直言 分手是自己被逼无奈的选择 是她自己造成这个样子的 面对女友的痛诉 她当场拿出了一封真挚的悔过书 请你原谅我爸 老公怕失去你 老公真的好后悔 甚至当众下跪 是为求的女友的回心转意 那么她的成亲忏悔 最终能否打动女友张女士 并得到调解团队老师们的支持 一个人先甩了对方一巴掌 然后告诉他你要原谅我 没这个道理 她都是这样对我的 张女士她怎么样 才能继续跟你在一起 这四年只会成为你们彼此的刺 田先生过去究竟做了什么 这根横跟在他们之间的刺 能否被顺利拔除 他们的感情 又是否还有延续的可能 如果我闪随跟随你 我会痛一辈子 那如果我不放手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金牌调解 拔不出的刺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白燕仪 白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分别是张女士和田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先说说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是 两句分句的一个状态 加之去年到今年 中间发生了很多小插曲 我想借自己费 向老婆生成了道个县 做到她的谅解 让我们活好如初 你们二位在一起有多少年了 四年时间 刚刚说过去的两年 发生了很多事 你想向这个张女士道歉 有跟她道过歉吗 之前 道过歉 有些错误 烦恼 可能很难得到理解 听说你今天是带着一封 道歉信来的是吗 是的 亲爱的老婆大人 这17年 元婚让我们认识了你 到19年 元婚让我们走在了一起 至今没有给过你什么幸福 反而是我伤害了你 老公向你说声对不起 老婆 请你相信我 给老公一次机会 老公怕失去你 所以来到这里 从七月份回来 看到你消瘦的样子 和精神的不振 老公正好后悔 没有人会懂老公的那种心痛 或煎熬 以后 我一定会做到 生命中最疼爱你的 那个老公 相信我吧 老婆 我将是那个 握住你所有的男人 心里有千言万语 不知道怎么对你说 最后 跟你说声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吧 老公尽善 我看田先生在读的时候 都泣不成声了 我看张女士挺平静的 因为我哭够了 已经把我 真的有意义的 听到这个 都是平时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跟我讲过 就是因为我每次 就是想到他都好 一次原谅他了 再原谅了一次 这一次就已经 触破了我真正的底线了 我每天 我的脑子里面 就像放电影一样 想他 我每次想他 我的心里就像 刀子搅得我痛 对眼泪就不停地流 所以说我的眼泪 就快流干了 哭够了 泪干了 也伤透了 所以即便今天 田先生再如何 真心道歉 张女士都已经无法 再相信眼前这个男人 因为过去 就是自己太看重 这份真诚与感情 所以才被伤了一次又一次 那么 他们之间究竟 怎么一回事呢 张女士说 他们的故事 还要从六年前说起 我跟他两个 是在网上认识的 聊了两年过后 我都想去做生意 我还差钱 后来他就说 他借给我 我两个也没见面 你都把钱转给我了 就是我都觉得 确实也挺好 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素未谋面 就能拿钱帮自己 张女士 最初是被田先生的 真诚所打动的 她觉得 这正是自己 离异多年后 苦苦找寻的感情 为了珍惜这份感情 张女士主动抛开一切 来到了田先生 所在的县城 和田先生一起生活 作为二婚 我要全心全意 让她放心我 跟她两个过日子 可是奔现之后 张女士很快发现 这份感情带给她的 不是想象中的那般美好 而是一种 无形的压力 与不安 她就跟她表弟 他们一起做面殿 一会也只有几千块钱 她也有两个儿子 也有父母 身体都不好 她的压力很大 因为我爱她 我心痛她 我就用她一毛钱 我都痛 我就想自己挣钱 但是她不理解我 她就觉得 我就想离开她 本来我是做美业的 我就为了她 我就放弃了 我自己做美业 我都选择去做保护 做月少 如果你做之前的职业 你是要离开她身边 出去工作的 对 就想在这个做个保护 我一个月还会回来 你看她就会发信息 就觉得我们俩就分居 她又想我了 我也觉得很委屈 觉得好像 但男人在要求我了 我还没去要求男人 给我的这些经济 这些这样 我觉得一种委屈的时候 我就不想回她的信息 一不回她的信息 她又觉得我 又在冷了她 我就压力很大 做月少都是在月子中心 我们有认识三个人 三个都是离婚的 就是同命相连吧 我们就一起聚餐 喝了酒 她也打了视频叫我回去 我说我们喝了酒 也没有车 这么晚了 我说今天晚上我就不回来 我第二天回去 也不跟我说什么 喝酒 烂醉 还喝到进医院了 我都觉得毫无委屈 我想她喝酒 或者那个样子 我都理不清 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 所以让这个男人 变成这样了 对 这里不能很重 因为当时那几天 重庆比较肉 可能是有点中暑 还是什么了 就有点不舒服 我只是向她回来 因为自己也不舒服 因为他们喝酒到那里 离我们打抽 也就十块钱左右 心里很失落 说实话 还不如一个普通的朋友 心情也不好 想喝一点 但是没喝多少酒 好像就成了那个样子 我知道她心里也不好受 实际上我心里也不好受 她说 就是你们两个 走在一起以后 她负担也挺重的 收入也有限 那她要出去工作 你是真的是不愿意 她离开你身边去工作吗 肯定有点不愿意 因为做月少来 比较辛苦 工资也不是太高 你一方面 既没有办法说 自己创业把它做好来 不能支撑你们的生活 同时你又不愿意 她离开你去赚钱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因为在我们小县城 工资相对比较偏低一点 实际上静下心来说 好好地想两个人 在一起生活 我觉得 也不能说百分之百 不能维持生活 就算是一个农村 都能让人生活下去 我觉得她心 并没盯在那里 田先生认为 小县城虽然收入有限 但只要两人安心过日子 还是能够生活下去的 女友一心向外 更多的 其实是感情上的 犹豫与不确定 对此 张女士坚决否认 她直言 当时的经济状况 已经到了捉襟见肘 入不敷出的地步 她赚了点钱 不够开支 我就觉得压力很大 又没有钱 我想买一件衣服 我想买个参联的 都没有钱 她说她是无人 由于男友的能力有限 自己还有两个儿子 需要抚养 现实的经济压力 就像一块大石头 压得张女士喘不过气来 于是张女士蒙生了 出去挣钱的想法 不料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男友这边 又有了新情况 面对田先生的突发状况 张女士又会作何选择 那不是刚好 我就在她家里刷抖音 结果那一天 跟她的微信 那里发信息 她跟别人约 她带她出去玩 就是你在用她的手机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 有个信息是吗 就是说那个女的 问她去哪里 她说你想去哪里 我就带你去哪里 我就想 我说我这么苦 我在家里 我就是用你一毛钱 我都舍不得的人 你还在这样 我就觉得我很委屈 当时是一个顾客 加个微信的 见过一次面 我们是做售后的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好像是说 在哪里去玩什么的 我意思当时是说 我们比较忙 没有时间去玩 我说在哪里去玩 她就来了一句 你想去哪里玩 就去哪里玩 是这个样子的当时 这也是我的问题 我想的太单纯了 没有想到男女聊天 这一块 对我老婆来说 有很大的忌讳 这一块 我觉得一个简单的回复 没有什么 当我们在一起之前 我都跟她讲过 我跟我前夫离婚 我的前夫也是被判 我伤透了 男女之间的话 还是不要在外面 去张话惹吵的 我就说在一起了 就好好过日子 因为曾经被伤害过 所以即便只是几句 调侃式的聊天 都让张女士 有了强烈的不安感 感觉她也没跟我稳定 我看样子 我还是要把我自己 振作起来 我要挣钱 张女士越来越觉得 只有钱最可靠 于是她毅然决然 选择出门挣钱 对此 田先生虽然有不愿 但也没有强势阻拦 而且在女友出门后的日子里 她始终关心北至 感动于田先生的真心实意 张女士甚至心生愧疚 借着五一假期的机会 她满心欢喜地回去 想要和田先生好好团聚 增进下感情 可一到家 张女士就傻眼了 大家好 我是铁风 欢迎收看今天的 大牌团篇节目 有三高问题的 皮肤干燥的 总感觉疲劳没精神的 眼睛干涩 记忆力下降的 要注意了 您的身体提醒您 需要及时补充 Omega 3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内的Omega 3含量 会越来越少 所以需要每天补充 鱼油中富含人体必须的 Omega 3 EPA和DHA 心脑血管问题 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今天推荐一款 国药药材鱼油 原料来自深海鱼群 24小时新鲜提取 软胶囊剂型 好用易吸收 现在新品上市 招募200位体验官 市场价是199元一瓶 今天直接打一折 仅19块9一瓶 还不止 现在买购一定瓶数 每瓶30粒 直接升级成每瓶60粒 时间有限 请把握推荐机会 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拼吧 上了年纪的朋友都知道 心脑血管问题 可不是小问题 小则治病 大则要命 绝不是危言耸平 深海鱼油 因为富含高活性的 Omega 3而闻名 是心血管和脑血管健康的大功臣 有些中老年朋友 觉得Omega 3太贵了 舍不得用 那今天让您买到就赚到 国药药材大品牌 小金瓶深海鱼油 原料来自深海野生鱼群 24小时新鲜提取 Omega 3纯度高 品质好 今天前200名订购的朋友 团品价打一折 仅19块9一瓶 还不止 现在买购一定的瓶数 每瓶30粒 直接升级成 每瓶60粒 更低的价格 更多例数 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每瓶30粒 大约乳 命一瓶 至少 del头 3小时 家伙菜 学生 二大喊 我们都是来什么 我的 他们都给你 9月1号放假 我就回家 一天下来 一个女的跟她发信息说 你今天在忙什么 我就觉得这个女的 怎么这么关心她呀 女人的直觉就觉得不对 那天晚上我就翻她的手机 问题就来了 看到了就是什么宝贝 你是不是马上回家 那女的问她 我这里弄好了 马上就回来 你把门开着了吗 这是他们两个的聊天记录 对 第二天去在批棒 我就用她的手机 跟那女的发信息 我说我们在批棒 你来不来 对方有一次她就打视频过来 然后看到我是我 她就视野上 那女的赶紧把电话挂了 挂了过后 那女的就把所有信息也删了 我也打不过去了 她说没有这回事 两天的时间我关在家里 没有喝口水 没有吃个饭 后来我到公司里面来上班 上也站不稳 我120斤的肉 我说才一百零几斤 我说感谢你 让我减肥成功了 田先生 对方又是个什么人呢 是客户还是什么 客户但不存在有什么关系 她说的那个聊天的内容 晚上是她拿着我的电话 和那个女的聊着天 错了啊 这是你两个聊天的 这手机里面还成了那个女的照片 这是我做的不好 你不是那么在乎她吗 那么爱她吗 为什么好像你在不断地和别的异性 还在聊着这个天 可能她上重庆去了 可能我们之间心里就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 她比我强势很多 我是留不住她的 我并没想过说要或者某个女的怎么样 只是说相互有一个心情不好 均催一下 你也可以跟她说呀 很多地方好像和她说的是爱她不利的那一种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田先生解释 所谓的聊天只是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 因为张女士的坚持离开 让她在这段感情中始终有种不安定感与挫败感 而当看到张女士因此精神不振日渐消瘦 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伤害到了女友 于是她直接去到张女士工作的地方 恳求女友的原谅 她也跟我贵着说了 她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她人上关心你吃饭了没有 还跟我有的时候交点外卖 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 田先生对张女士是加倍关怀 在张女士生病时更是安前马后悉心照顾 我有子宫经理 我做手术的时候她下来 我很好地一个丈夫 照顾得也很好 我又想着肯定是我没有跟她在一起两地分居 又理解她了 只要你两个不发得伸到底下 我是可以原谅的 张女士再次被田先生的真诚所打动 甚至对田先生有了一丝理解 而基于这份理解 张女士接下来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就拉回乌山 以后我就是在乌山一千块钱一过月 我也不离开你了 这算是张女士第二次选择抛开一切 跟随田先生 且这一次似乎比上一次更加地坚定 然而她的这份深情最终换来的 却是又一次的重击 这次张女士被彻底击垮了 回来了过后 我又发现她跟她的同学 就是有些我也去跟她一起做事嘛 她是那个女的发信息来关心她吗 问她感冒好了没有 我就看到了 这一次才是我用她的手机 跟那个女的发信息 就把这个事情全部聊出来了 同学什么都跟我讲了 两个发生了关心 这下是实锤了 对 但是她实也不承认 她说没有这么回事 只是聊天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 我开始是不是查这个人的 我本来是查另外一个人的 没想到把她同学查出来了 这个田先生到底有多少个人呢 说到这一块里 应该要说从去年说起 她说要做那个什么移动美容 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她也是为了打一个广告嘛 相当于 在抖音上面她说了一句 我的顾客我来宠 当时我在抖音评论区里面说了一句 我老婆怎么样 好像是几分钟的时间 她就把我那个抖音那条评论拴掉了 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当时那个语气很深恩 很凶的那种 你在我抖音里面说那些干嘛 谁不知道你是我老公啊 算 她给我把抖音当时就拉黑了 当时在我内心的想法 我是想 在抖音上面 我说一句老公怎么了 你怕谁看见我 不是你老公啊 加上前一次我喝酒的那个原因 我觉得我在她心目中 好像是口一口无的那一种 所以后面真的出轨了 只能说是一个花戏 没想过来后果 我是发了这样的抖音 我说我的顾客我来宠 他是这样评论的 他说应该要宠老公 当时很大的太阳嘛 我们去在发卡 发美容卡的时候 被别人说 好像骗子那种感觉嘛 我们觉得很委屈 把我们也凶了我们一顿 我的心里觉得很憋屈 你这老婆在外面 受别人这么不待见 你是想说 既然你是我老公 那你倒是有点担当啊 对啊 让我受委屈啊 对啊 后来我就一气 我就把那个条线删掉了 如果你的背叛是我造成的 这个话是让我扎心的 我只是说出了 我当时心里的真实想法 我两个就 国平分开吧 背叛这两个字 我接受不了 我不想再说了 如果也说 我心里也会很痛 虽然好像今天这个结果 是张女士提出来的 但是你依然很痛苦 不是我提出来的 是她自己造成这个样子的 委屈反倒 她觉得是我 她自我造成她背叛过的理由 你知道我每天 我的脑子里面就像放电影一样 你们不懂 没有被背叛过的 永远不懂 因为爱之深 所以痛之切 可是在事情败露后 田先生非但没有第一时间 认错道歉 反而到今天 还把犯错的原因 归结于张女士 这让张女士 犹如万箭传心 悲痛万分 这一次 她已经无法再说服自己 原谅田先生 但田先生却坚持不肯放手 我做到最大的努力 不再有任何遗憾 看着男友的执着 张女士突然向田先生 抛出了一道选择题 也就是田先生 接下来的回应 激起了我们观察员 李小云的强烈不满 大家好 我是阮云平 今天我给观众朋友 带来的中方惊喜福利 超大容量 一生装的咖琢陈塑 我免费送给大家 并且包邮哦 您一分钱不用花 咖琢陈塑 免费领回家 想要免费领取 咖琢陈塑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抓紧时间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行领取此处的 采用鲁盖秘方 和传统酿素工艺 利用深井矿泉水 和优质高亮 固态发酵 利用上好的紫砂陶钢 成量经验而成 想要免费领取 咖琢陈塑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快速的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数量有限 先扫 先得 咖琢陈塑 蒜铁 唇口 茴香 唇口 无杂鞋味 和刺激的口感 超大容量 整整一生 记住了 您一分钱不用花 超大容量 医生装的 咖琢陈塑 免费领回家 想要免费领取 咖琢陈塑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快速的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数量有限 先扫 先得 咖琢陈塑 被誉为 康熙共醋 颜色 棕红 有光泽 独特的口感 甚至大家的喜爱 咖琢陈塑 不仅是调味加品 更是健康之选 蘸饺子 糖醋排骨 糖醋 荷包蛋 醋油白菜 凉拌菜等等 这些美食 是要加入了咖琢陈塑 都能赋予食物 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 咖琢陈塑 还可以用来调这些 家庭药膳 记住了 您一分钱不用花 超大容量 医生装的咖琢陈塑 免费就能顶回家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免费领取 咖琢陈塑吧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我问他 如果我选择放弃你 我可能说是会痛这一阵子 如果我选择跟随你 我会痛一辈子 枪刀子里面 随时都会搅动我痛 人说我们在中间的话 会有很多的矛盾 你会选择让我痛一辈子 还是选择让我痛一阵子 人生实际上最过不去的一个坎儿 就是自己内心的方向 人生我觉得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如果是两个人都做到彼此改变 我觉得不会痛苦一辈子 田先生 你那个话说的从逻辑上 或者从道理上来讲 他一点没有问题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个话轮不到你来说 放不放下是张女士的权利 是的 一个人先甩了对方一巴掌 然后告诉他你要原谅我 正确这个话说正确我 继续点一个赞 因为一直在中间 他都是这样对我的 如果真的是觉得张女士 是对你来说非你莫属的话 那么你就后续用你自己的行动 去慢慢地让人家放下 你真正让张女士看不到希望的 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撩骚 而是这个男人整个就不靠谱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好 绝对不仅仅是你那种低成本的付出 就是天言蜜语 写一个检讨信 道个歉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真正的好 是什么 我们叫做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ken 海岸 杨茜茜 杨茜茜 iz方Hop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被他这样对待是被你自己允许了的 因为它是你的药 在很长一段时间保的是你对感情的需求 保的是你爱情的这条命 我觉得二位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田先生你给我的感觉是 在一个县城里面 能满足基本的生存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注意 张女士在跟你结合成这个男女朋友之前 她是做过生意赚过钱 她可能也见过或者说享受过 更好的这么一个生活状态 这是她的内心的一种追求 这是第一个你们之间的不匹配 第二个呢 一方面啊 你本人是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赚钱的能力 去给张女士她想要的生活的 但是你又不太想让她独自地去赚钱 你其实不应当 你也没有资格去阻止她 第三个出轨的问题 其实我想了想啊 你到底算不算一个好男人 我觉得你在我这里的形象是非常割裂的 就是一方面你对张女士特别地好 特别地关心 加倍地关心 另一方面 你在不断地跟不同的对象 不停地触碰着张女士的底线 你怎么能把这个责任 划归到张女士身上 这关张女士什么事 那么好 物质这块你满足不了 精神这块呢 感情这块呢 你又通过一而再 再而三地出轨和撩骚 去伤害这个张女士 那张女士她怎么样 才能继续跟你在一起 男方呢 很爱女方 但是男方对女方的爱里面 是有极端和伤害 她用把自己灌的大罪的方式 甚至送到医院的方式 来去测试自己 在女方心目中的位置 但是这个测试实际上 是适得其反的 她会觉得 是不是我又拿你做得不够好 所以她觉得 我没有能力去驾驭你 她就会想撤退 男方在这个时候 她发现女方在树林 她感受到了 也捕捉到了 但是很可惜 她没有让女方 吃一个定心丸 移情于其他的女性 女方是一个极度不自信的人 她因为前一段感情的经历 她是特别特别的害怕 让女方觉得 她跟你的未来是不可控的 有太多的这种安全的风险 那么我想跟女方说的是 你的两个选择是 放弃和放下 放弃意味着它是决绝的 它伴随着痛苦和不舍 你快刀斩乱嘛 还可以去拥抱 未来更好的生活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放下 意味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 你的心力需要释放 需要释怀 如果说你们两人之间 真诚地去面对我们未来的生活 和梳理我们过去曾经发生的一切 我觉得也许你们曾经相处的 那个思念会成为你们的积累 会让你们更珍惜 但是如果说还是一种 就是不真诚和试探的状态 我觉得这思念只会成为 你们彼此的次 究竟是放弃还是放下 主动权在张女士 到底是放手还是坚持 选择权在田先生 但条件员百彦一 希望双方在做出决定前 能看清一个现实 你们听没听说过 鸡肋 备胎 这个词 鸡肋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备胎 真的选择了 不甘心 放下 可惜 为什么会出现鸡肋和备胎 这样的一些现象 是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对象 他虽然能够达到我现实的 基本的一个需要 但是他并不能实现我内心高级的渴望 张女士对一个恋人的基本的一个情感需要 是需要这个男人温柔体贴 田先生满足了张女士的基本的需要 而张女士满足了田先生 基本的一个生活的需要是什么 这个女人不嫌贫爱妇 吃苦耐劳 挺能干 那你们高级的精神上的情感的那种渴望是什么 对于张女士来说 对一个男人还希望他真的有能力 像一座山一样 而对于田先生来说 是这个女人 她要让你有那种价值的满足感 她得崇拜你 所以你看你们两位都能够去 在基本的一个底线上 满足彼此的一个需要 但是都不能实现 彼此在精神层面更高级的那种渴望 所以你看啊 田先生 你不能实现给他的那个东西 就带给了你特别强烈的挫败感 而当这种挫败感一出现 你就把自己沉浸在酒精里 或者沉浸在一些有的没的的那种聊天里 去获得一种快速的价值上的体验 同样张女士 你想让这个男人在温柔体贴之外 能够有经济的实力 他现实就得几斤几两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那么安安心心地 去守在他那个小县城里 但是他又符合了你最底线的那个需求 所以放下了又可惜 所以你们二位 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抛开了 那你们要看一看 这个男人就是上有老下有小 也没什么太高的智慧和赚钱的能力 但是他对你温柔体贴 犯了错之后 知道什么是他应该去珍惜的东西 而这个女人吃苦耐劳 能干有魄力 但是他内心当中缺乏安全感 对于男性 有着既渴望又不信任的 这样的一种游离的状态 这个是不是你们两位能够去接受的 愿意去共同面对的 当我们想好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们的生活才会有一个理性的选择 调节员百艳仪希望双方在做出决定前 能想明白一点 那就是自己是否愿意接受一个 只能满足自身基本需求 而无法给予更高情感渴望的伴侣 对此密室里田先生表示 自己已经想得很清楚 并且早就有了一个打算 如果是选择他选择继续走在一起的话 过春节之前 把一个结婚证先办了 在我们那个小县城 他可以找一点简易的工作做一下 每个月给他一千块钱左右的生活费 你每个月大的收入在多少 现在也就几千块钱 你好像说还要养两个孩子 就是 所有的开箱你承担 你另外再给他一千块钱 那你自己还会剩下多少呢 没有剩的 我也想他从这个阴影中端 早一点走出来 看得出田先生铁了心 想要和张玉士在一起 但观察员周静认为 经济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还是当下出现的情感问题 就那个出轨的事情 你怎么预防 保证不和异性 你有什么聊天 除非工作上的事 政策上的事 其实你是个嘴蛮甜的人 希望这个嘴甜 不要用在别人身上 知道吧 田先生一再做出了承诺 自己不会再背叛张女士 那么张女士呢 她还能否接受经济能力有限 但确实很爱她的田先生 我直接放弃了 这个刺拔不出来 我跟她在一起过后 我在迁就她 放弃了我的工作 我都觉得她的行为 让我给我没有安全感 张女士说 自己从未嫌弃过 田先生的经济能力 唯独情感背叛这件事 她接受不了 对于张女士的心情 观察员肖闹玲表示理解 她只建议张女士 给自己一段缓冲的时间 我前面在说放弃和放下的时候 前面还有一个词 叫缓冲期 在这个缓冲期之内 我不做决定 我看你的表现 看你的状态 看我的个人的心境的调整 她的性格 后面还会这样 就是这一次 我已经抓住了把柄的时候 她都不承认 她没有办法了 她只这样说 就这样说了 我也犯了这个错误 你觉得可以 你留下 我是非常感谢的 你走 我也不挽留 她就每次来发信息 刺激我就是这样 你生病了 怎么样 我做手术 她是照顾我 你对我好 为什么要伤害我 她从来不回答我 张女士始终觉得 男友的悔改不真诚 所以哪怕观察员周静 随后将田先生的想法告知她 她也不为所动 我不相信她了 我回到她的县城去的话 我又只有我一个人 我自己的 我这边还有两个儿子 不论是从现实层面出发 还是从情感角度考虑 张女士都决定放弃 对于这样的结果 觅示出来 田先生会坦然接受 还是会坚持不放手 大家好 我是铁峰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牌团篇节目 有三高问题的 皮肤干燥的 总感觉疲劳没精神的 眼睛干涩 记忆力下降的 要注意了 您的身体提醒您需要 及时补充Omega-3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内的Omega-3含量 会越来越少 所以需要每天补充 鱼油中富含人体必须的Omega-3 EPA和DHA 心脑血管问题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今天推荐一款国药药材鱼油 原料来自深海鱼群 24小时新鲜提取 软胶囊剂型 好用意吸收 现在新品上市 招募200位体验官 市场价是199元一瓶 今天直接打一折 仅19块9一瓶 还不止 现在买购一定瓶数 每瓶30例 直接升级成每瓶60例 时间有限 请把握推荐机会 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拼吧 上了年纪的朋友都知道 心脑血管问题可不是小问题 小则治病 大则要命 绝不是危言耸平 深海鱼油 因为富含高活性的Omega-3而闻名 是心血管和脑血管健康的大功臣 有些中老年朋友 觉得Omega-3太贵了 舍不得用 那今天让您买到就赚到 国药药材大品牌 小金瓶深海鱼油 原料来自深海野生鱼群 24小时新鲜提取 Omega-3纯度高 品质好 今天前200名订购的朋友 团品价打一折 仅19块9一瓶 还不止 现在买购一定的瓶数 每瓶30例 直接升级成 每瓶60例 更低的价格 更多隶数 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从密室处来 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看看我们的张女士 还有田先生 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对不起 我还是不能陪你走到最后 因为我那种 因应是这么处来 也谢谢你那几年 对我的可以帮我 那如果我不放手呢 我走不出来的 不然的话 我怎么不能带鱼 我陪你走 你不懂那种痛 田先生 一个人能不能放下 是他自己内心的选择 刚才你跟张女士说的那话 其实你自己也要 好好地去想一想 如果他跟你在一起 是一辈子的痛 而他也无力去面对 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又做出了 这么勇敢的一个选择 或许给他时间 给你自己时间 如果真的有缘 日后再说 好 谢谢老师 祝二位 各自安好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老师 最终 面对张女士的放弃 田先生不再纠缠 选择了放手 虽有万般不愿 但这是田先生 必须承担的后果 希望日后 他能吸取这一次的感情教训 懂得珍惜与尊重身边人 而对于张女士 我们祝福她 能在时间的疗愈中 慢慢拔出心中的这根刺 抚平伤痛 坚定且勇敢地向前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